有網友說蕭生死過被車夾 下車有刀手 但蕭生死死了一塊 那次應該是在人夫開始的 很多年前了 剛才我們看一段影片 其實那個伯伯 首先第一件事是80歲 其實我也要警惕自己 雖然我未到80歲 我56歲 但是我亦都不會那麼妄狀的 但是有時候 譬如大雨 很大雨 我不拿車的 我看到一條馬路 一條線 周圍沒有車 我都會跑過去的 每一個人都會跑過去的那件事 但是我都要開始警惕 但是我真的要做運動 幫我講這麼多年都未開始 我不是說阿伯 我不是說阿伯 我們跑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批評你跑到 你聯絡收穫是受不了的 你不知道 因為你做了運動 你知道 於是乎跌倒是怎樣呢 我現在也有跳欄 我跳欄 我不是 我現在的意思不是爬上欄中間 然後跳下去的那一隻 是東莞仔那一隻 我到現在也有跳的 譬如我在哪個位置跳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紅磡 升展銀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紅磡升展銀行在哪 我放一輛車在門口 我就入票 因為有一個supplier 最近我多數會給他運輸 就經常入票 那我有一個難 要不然我就要走很遠了 我才可以什麼 我就跳了 那我現在還能跳到的 那當然這不是單手 是兩手來彈 一天會不會寫生物呢 那有時候我都在跳完落地的時候 我都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可能會卡住 所以我就說 我就開始嬸嬸 喂 不要這樣跳了 不如爬上上面 坐在那裡 先落地吧 這樣會安全一點的 但有一天可能我連爬都不行 都是自己高估 你不知道的 這個伯伯 就真的是大膜了 所以我們開始年紀大了 你要檢視一下自己的身體力量 雖然時間 你曾經是一個很sporty的人 但是真的會流勢 我講過很多次 我的舊同學才明白 我是一個這麼強橫的 爆炸力這麼強的人 無論是跳遠 跳高 我覺得最神奇的 100米 我真的想不到原來自己會輪輪輪輪輪 真是輪輪輪輪輪輪 你叫我可不可以20秒之內完成100米 我也很懷疑 我懷疑 100米其實是很遠的 你走上來 80歲 大家剛才說 我專門的影片 是四線行車 那條路是快的 那條路你知是哪裏 新毛江牛闖龍道 下面是那條 中間 那個不是普通的欄 那裏是下面做個石膊 那麼高度 然後才做個爛的那些 如果給我們 年輕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都未必會跳 那些真的很危險 就是了 比我還沒試過 是講年輕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講我的高度 對面是兩邊有車的 你是不是要過一邊馬路 因為有車 也有車來的 你過一邊馬路 就算我用力跳過去有型 你不能助跑 你不能助跑 一跳過去那邊又有車來 於是你只是爬的 即使是年輕人過這些 不會跳的 是爬的 踩上一級 那條難是很幼的 你也是拿著一把車 拿著車特別難 要下雨 你爬上去 結果整個跌了下來 他跌下來是到地不起的 你真是女生的司機呀 女生的車呀 難怪這個司機 看得到 為什麼呢 那麼大雨 的情況下 其實看不到就看不到的 我怎麼會唯一 阿伯 你都小心給自己呀 我怎麼會唯一 我在快線道 看到在街上 全都過來道 看到的時候想不下車 她是倒地不起的 重要 一跌下來 老實說 我是八十歲的 不過好在 OK 這個貪方便的伯伯 最後無須送願 因為可能別人來到 一扶他起床就可以了 其實你這麼好舉精力 你走長一點路 還好 走他就算了 走前一點 就是了 老實說80歲你去爬這些 你有什麼事你亂鬧死人 就是 我剛才說這麼長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真的會不知道自己 原來不是那個狀態 不要說爬這些 有時候我們會計劃 這輛車還在100米 我應該過到的這條馬路 就不理紅綠交通燈 但其實原來你就是過不了了 原來你就是大了 都要自己 好了 這一個呢 我們先播一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我不知為什麼 他就遮了車牌 這張照片的來源是怎樣 這張照片是這輛波子的司機 將他自己現在的情況 發給一間拖車公司 那我覺得這個波子的司機 發這張照片給一間拖車公司的時候 他應該不會打格子的 理論上 但是呢 以前他們產生的那些拖叫 拖車公司將這張照片上載了上來 那當然是拖車公司打格子 還是轉載這個 拖車公司上載那篇敏的媒體呢 或者有沒有網友知道是什麼車 我真是很想知道這是什麼人 這個是含家產之中含家產 扑街之中是扑街 一定要吵你什麼 炒車 吵你什麼 成家人 或者坐車的朋友 吵你什麼肉血 吵你什麼 個個都夠不想 這樣就差不多了 實在是太能夠賤格了 什麼事呢 這輛車呢 就是 開車上大樓玩 港車不上 其實我也不知道 港車不上 要有什麼條件 其實我真是很想 開車直去這個混亂 不過首先他要拿回鄉證 OK 好了 接著是珠海回香港 誰知坐駕 就突然行不到 貴人在港珠澳大橋裡面 於是打電話給一間 香港的拖車公司到場解困 好了 他收到這個求助訊息 他說 有一個人叫Carolvin 他說 在珠海開車回來 波子在港珠澳大橋 行不到 要求拖車公司 派人到場拖車 那職員就說 其實公司當時打算 就叫他 那你給一千元訂金 那對方就說 喂不用了 大家香港人 講個信字 那拖車公司就覺得 那大家屌都不會走錯了 在未收訂金的情況下 就派司機北上拖車 那這個呢 就驚一時掌一致 人心真是難測 我告訴你 我到今時今日 更朋友更熟的客 就是我們這裡 已經和你外面一般的商場 是有些不同的 為什麼我說你要先付錢呢 因為我就是深知 口說口回 沒有責任的 即使是有些 老實說 如果大家是熟的 他說完之後 我們就留給他 他又不要 我丟不丟他就好 嗯 我不丟他 我又難忍 我丟到他 他又難受 是不是 有些人為了這樣 於是扶你 不找你 或者以後不聽你的節目 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說 你給錢就好 你不來 我不是很介意 有時 你太久不來 拿的 那就退下水 但是 你通常給的錢的人 就很困難 好了 他是用微信 找這個胎車公司 微信是否有支付寶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很容易給錢 他說 他說 喂不用了 大家香港人 說個信就可以了 那別人拖車公司 結果 OK 好了 這樣 老實說 雙方說過假的 拖車公司去到了 誰知道去到的時候 根本找不到車 接著叫車主 幾十個叫 不回覆機 甚至乎是拆了他 你通知人 說你解決也好 職員說公司開業不停 主力就是做拖車生意 同時兼顧中港拖車服務 他說現在經濟環境惡劣 他這次真的被人玩了一頓 他不為然 在接個求助點的時候 雙方一度說過假的 那很明顯 很明顯 他嫌他貴 他嫌你貴 講假的時候 但是他覺得車感情在那裡 都沒有辦法 都要給你 於是他在稍後 他找到幫手 或者車駕駛 或者找到大家便宜 三頭水 他就找到別人 好了 老實說 理解就是當買個教訓 但是 這家波子 駕駛這家波子 這個人 大家又覺得我 所以不需要講到 要死全家 我怎麼想 是不是很過分 如果要死全家 因為這樣的事 就要死全家 但是 或者不要說死全家 我收回 死去的行家產 死去的司機 這是很可能的 是很稀的 稀的行 就是小小的事 就是大事 一定是零擔當 有事情是走人 人版的 喂 你 你擲了波子 只能給一些幾個水 一千幾百塊的東西 就是 那你再大一點事 怎樣做 等於我有個朋友 其實我們有個 粉絲 驗到卵巢癌 老公立刻和他離婚 我們的粉絲 立刻離婚 為什麼 不想照顧他 當然這些不用恨 15個都跟我們的粉絲說 吸得這麼厲害 我告訴你 這個波主司機就是這個人 昨天警方打擊白牌車 什麼白牌車 不是Uber 是打擊跨境白牌車 找人放射 抓了四個司機 涉嫌三項罪 非法駕駛汽車出租 在下取囚 無第三保險 違反封閉道路 通行可證 當然 白牌車 犯法就是犯法 都是講一句 都是講一句 但到了今時今日的話 你問我 這些賺錢的東西 盡可能 又有這樣的需要 不是別人給正牌費的 你給正牌費 提供不了這些服務 你給正牌費的 黃巴 九巴 時間 各樣的舒適度 說是點對點 我包一架車 兩三毫子 幾個傢伙 去問我 紅絲卡拉OK 紅絲好小張木頭 紅絲 東館 紅絲卡拉OK 去那裡 老闆 紅絲卡拉OK 你不要去那裡 我去吵你 憑掉 我去我為止 憑掉 行不行 不能夠 接著你跟我去潮山 吃什麼東西 什麼沙鑊粥 不能夠 這樣 真的可以這樣 你都提供不了這些服務 現在的經濟很慘 我真的覺得很慘 尤其是放生路的意思 我們又跟進一下 早兩天 我們的老友 Kenneth Kenneth 魚 應該是不是Kenneth 魚 肥仔叫什麼 什麼姓魚 他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Kenneth 不是Kenneth Kenneth和Kenneth 好像Kenneth 很像Kenneth 之前我們說過了 他開了一個Uber 誰知道Uber 就叫他用現金給他 返回隧道 Uber Taxi 即是那個隧道錢用現金給他 他說 這樣也可以嗎 他說不是不給 其實應該是在 App 收費的 然後那個人就說 他就立即按機 取消他 幾兩串 於是他就把那件事 在Facebook上 登了出來 因為他是 業界 即是我們媒體 亦都因為 其實現在很多記者 很想爛的 不是說爛的 其實都是需要的 即是很喜歡在網上 在網上去看 在網上去看新聞 在台語區 去拿 於是 有些網台 有其他報道 是報道過 那麼 Uber是立即有反應 我們看一下 就傳了一個私訊給 這個 A gift you 好了 我們看一下什麼事 不用看 他沒有highlight的 這個 We are sorry to learn 那些不用看 看下面 Due to the unpresent trip experience 你的不開心的經驗 我們就放一塊 的credit 在你的account 還有希望 見到在未來的日子 見到你的 SIMLESS 持續無縫地 會繼續搭我們的車 我現在給你一塊錢 不要生氣了 好了 不要緊張 好了 接著我們看藍色的 我們見到 Lotis Lab 你upload了那個 Driver 那個拍檔 即是他們的司機 的士司機 各私人 資料 在社交 Kelvin Kelvin 當然是reject 我們希望你 可以remove 好 回來了 Kelvin 當然是reject 因為這是他的個人自由 至於這個涉不涉及 這條司機 叫做余永 余子庫的私隱 私隱公署去查 我覺得就不涉及私隱的 因為那裡登了出來 沒有身份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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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Uber Taxi OK 你說你remove了這條新聞 我都明白 但是它是說 它是用什麼藉口呢 是因為它有個personal data 即使用了司機 就採用了 就採用了 吵你了好不好 給100元 給100元 叫我remove這個資料 你真的有沒有按鈕一點 給100元都合你 但是你 remove 那些東西就按鈕 就按鈕啦 是不是 吵你了好不好 Uber就是吵架 吵你了好不好 那麼笨招 你怎麼想要人來的 你那幫 喂 老老實實說 第一 這個司機 你說我們已經和他採取了紀律處分 其實他是不是這麼保護司機 我也覺得不是 他只不過想你remove了這一宗新聞 吵你了有沒有100元 我不要說你說你要給100萬元 remove 或者10萬元 當然 就是一件好事 你的問題是100元我當你好像你去叫外賣 為什麼我現在 從此我就永不去叫這個 那個叫什麼 deliveral 我真心覺得 我現在我為這個什麼 那個美團叫什麼kita kita 我為美團打氣 打氣 加油加油 加油 吵你了 吵你了好不好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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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過 我講過 我是一向 其實我是不看這些價錢什麼的 吵你了 因為我vichy enough 去買外賣 吵你了 難道我啤梨 要給你看那兩元嗎 但我真的很難忘了 我叫過上次說那個什麼 永年 車仔麵 我吵你了 我譬如叫過四宗麵 我現在不叫 這句話說不好就記得了 四宗麵 是100元 三宗麵 是80元 我叫四宗麵 他給了三種我 吵你了可以賠三元給我 我吵你了 我吵你了 而他沒有那樣東西 我最忍憐的是 是我最喜歡吃的 我是為了吃那樣東西 叫那一碗麵 就是那碗麵 和其他的菜 因為用來磅那樣東西而已 你沒有了那樣東西 然後吵你了三元給我 他現在是當我是乞丐人 吵你了老母 那天 十五烏龍十三妹 他們那個什麼美團 叫東西 一杯東西 寫了一半 他們拍下去 女人都不會虧搭 寫了一半 吵你了 你不要回30元 杯東西20元 吵你了老母 加油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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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那些大陸老人 你擺上市場 然後你加 他把市場霸掉了才算 就是等於 吵你了老母 那個地球倒了才算 我現在我喜歡喝酒喝筒 你不要教我了 我就是這樣忍自私的了 吵你了老母 浪漏氣 我的頭上有光環 都辦妄 吵你了老母 吵你了老母 我姜濤 我那個屌你有沒有是 Anson Lo就做什麼都行 屌你有沒有 屌你有沒有上TVB幫我問 屌過就是這樣 屌你有沒有是 子女兒 嫁給別人的女兒 就屌你 你年輕人是時衷動的 子女兒屌你給別人的兒子 搞你一個禽獸仔 屌你女兒十六歲而已 蛤 你現在怎麼負責這樣啊 屌過就是這樣 屌你有沒有 自己去滾 屌你有沒有忍不忍住啊 男人就是這樣 老婆我真的好得愛你的 屌你有沒有聽見別人 說屌你哪個男人 就說這麼禽獸仔 屌你有沒有老婆啊 屌你老婆 真的不行 做男人做到這樣 屌你老婆 喂 不要裝扮東西 不要裝偽善啦 屌你老婆 又說這又說我 所以這個Uber真是暗糕的 我也發展事說 屌你老婆 我真的好想多朋友搭Uber 有好想多朋友搭Uber 如果不是呢 屌你老婆真是禽獸 這麼禽獸也有的 你不要在同一個訊息裡面 雖然給了100元 然後屌你什麼 Politely request you to remove 什麼東西 你禽獸 你禽獸的嗎 屌你老婆 屌你老婆是 不是禽獸 不是我惡 是那個不關事 是我們 我不是說Keef 可能他也是 Karen Karen 我告訴你 你好人家好 我都沒有遇過 我也沒有遇過 不過我和你的禽獸有分別的 不是啊 因為我真的很遷就 譬如我看到 譬如我們住土屋灣 我知道天神家落沙 那條斜路 有過海可以的 我其實挺遠的 我可能在 以前就是在那個 我講金門戲院 就不是很遠的 100米左右 有些人去不想地來的 不就是去過海 我不是的 我走過100米 斜路 走上去 我都會遷就的 我知道的嘛 有過海 大家不用吵架了 他說 你試試鬥我 我們司機這樣走嗎 不是啊 那你平時怎麼走 你有沒有考的士牌的 我真的吵架了 有些很想微譜的 有些 那次做了一件事 剛剛上次 即是都要過衰的 不是衰 好得罪 好得罪給我吵 好得罪都要吵 不是 真的值得罪的 真的值得罪 我先聽一下 喏 我在這裡去保立行 泰智去保立行 泰智去保立行 他說怎麼走 我說怎麼走都行 在彌敦道直去就可以了 你怎麼走都沒什麼所謂 那就走吧 去彌敦道大約左彌敦道道 先生 你想走金馬里道還是怎樣 我說隨便 沒有所謂 因為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真的沒什麼所謂 好了 去到金馬里道 其實他可以在金馬里道那裡轉進去 金馬輪道又不行 因為金馬輪道轉進去 就屈不了那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因為保立行是在那邊一點的 金馬輪道是直去的 好了 結果他轉了 我都說你死定了嗎 你金馬里道 也好 或者你繞個圈 我說你差不多下都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保立行 近尖東那邊 其實你繞個圈 在差不多讓我下 我也可以的 我近一點 誰知道那兩個人就去了這裏 金馬輪道 於是就轉不到我那邊 要我走 百零二百米 他說這裏下都行不行 我說 我剛剛想吊他 吊你兩尾 他已經很害怕了 因為他知道自己抓了東西 那四十九個二 類似 他說四十九 他打算給我一些什麽 我 我不想我給我六兜的東西 我不是說一下錢 其實我中間是開始吊咬他 吊咬他 我說喂 你不要那麼長氣 我都說你怎樣走都行 他不斷不斷 因為我 請問他幾次 三次 因為他不斷不斷 你幾個一場 即是你第三次那一刻就吊了 因為我不是吊 我簡直說 喂 你不要那麼煩 喂 你喜歡怎樣走都行 什麼叫怎樣走都行 結果你就搞了那些傻疚 我說你不要轉進去 他就轉了金馬輪道 為什麼 因為他不斷很害怕 你說怎樣走都行 喂 喂 喂 怎麼走都行 你都懂路才行 大家一車就行 金馬里道就行 你這樣轉進去 屈回去 可以兜落寶六 你可以在梨棟道那裏 兜到圈去查人道也行 然後你甚至乎 你不在金馬輪道 你在漢口道那些 都可以過到 就是在金馬輪道 不能這樣 他沒有這樣 你有一些直去 因為就是這樣 他那時候害怕 就是聽到你說金馬里 那時候 不是 中間他最糟糕的 他不斷地說 因為我剃耕 不熟路 只要你想你不熟路極 太子去尖沙咀 我真的接受不了 都不要緊 因為我老婆在這裡 我免得串她 我說為什麼 隨便吧 為什麼我講隨便吧 因為他不是沒有推薦給我 他不是說怎麼走 如果說我不認識她的司機 我帶你去 我沒有所謂 他說我是哪裏哪裏去 哪裏哪裏去好 隨便吧 因為我兩個都OK 現在我忘記了 我跟著去到一半 說我是哪裏哪裏去 好不好呢 行 你喜歡 無所謂 他就去到左道 說我是哪裏哪裏去 好不好 我說是屎嫩蛋 她說是屎嫩蛋 我問她 問她是屎嫩蛋 屎嫩蛋 今晚我輪到一半 我真的屎嫩蛋 我真是屎嫩蛋 但我老婆還給她 說是屎嫩蛋 屎嫩蛋 他有沒有開過Google Map那些 他開得來都很近的 我都睡著時開車 你想想 與我那裏這麼困難的人 我都懶得開車 話說回來 那次我去那間商業大廈 就在1987年那裏做過事 1988年我離開那間公司就沒有回去 我一走進那個商業大廈 沒變過 當然我忘記了這間公司 做了年齡 大家一走進去 往事突然湧進來 我最記得公司的資訊 很瘦的女孩子 叫做Janny 很漂亮 短頭髮 正正我準備向她賣手的時候 我就來開一間公司 當然啦 我留不離開之前 大家也入國 有空去喝茶吃飯 當然不會啦 因為你去那間公司 又有很多其他人 沒有辦法的 好了 不說了 假結婚這些 那些傻瓜 你的老母親 64歲的港婦和一個河南 58歲的男人假結婚 打算下來香港賺錢的那個男人 收了一萬元 那你呢 在大陸入境 聽到 反正的聽到 發覺不對勁 叫他們離婊 問一下華 問幾句 那當然村民罰了他們 我想這個最重要 罰了他們一筆東西 因為他們所謂的得益 非法所得 老實說 我是大陸公安 或者那些機關 見到一個58歲的男人 扣個六 娶個六 娶個四歲的女 我都找你問啦 是吧 你娶個四十 七 六 七的 我都覺得合理一些 是吧 糟了 你的 你不想問一下 我有鬼 休息休息